国中放学校园外穿制服的一群人 将其中一人团团包围 讲没几句话 好几个人出拳又出脚 一名男学生被逼到墙角 当下周遭的学生没有人出声劝阻 还将霸凌的影片流出 事后查出是嘉义的一间国中 初不了解 学生们在网路上有不恰当的留言 进而引发肢体冲突 被打的学生家长得知 孩子受欺负 气得要对动手的六名涉案学生提告 孩子就是比较容易冲动 其实也都有持续在做关怀 另一件发生在基隆校园的厕所内 一名学生动手朝胸口出拳后 被殴打的学生情绪失控暴走 连续出拳把厕所的门打坏 随即离去 双方冲突起因 疑似学生抽电子烟被抓到 认为是被打的学生告密 心声不满出拳教训 学校在第一时间介入 启动了通报程序 由于正值期末考期间 目前双方学生分开不同考场 就是因为违反了校规 接下来会被继承处 然后他们就是互相的怪罪 根据2022年校园霸凌统计 从国小到高中霸凌通报案件 超过1700件 调查确认属实约200件 其中以国中生霸凌案件最多有111件 突破了百位数 部分冲突起因于网路留言 引发后续的肢体和言语霸凌 社群的留言确实只是抒发自己的意见 可是却真的就会造成对方的不舒服 也去注意到你的用词能够中立性 青少年使用3C产品玩IG刷抖音 孩子们私下留言交流 少了温度的文字 往往埋下误会 成了霸凌事件的导火线 TVBS新闻季节课 刘馨回嘉义基隆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